很多人一听人型机器人 脑子里出现的是哆啦A梦 西部世界那种能走 能说能照顾人 还能情绪陪伴的 或者长得特别像人一样的机器人 但是现实呢是现在的产业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 让它站稳走直别摔上面 所以这一期呢咱们就来聊一聊 现在造人型机器人的钱 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呢 人型机器人等于一堆 不会配合的零件 被硬凑成了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 目前整个产业都在补五门功课 第一门课骨架 就是让它得站得住 如果我们把机器人当成一个人看 之所以它能够走能跳还能干重活 它其实靠的呢 不是它的骨头的材料有多神奇 而是它本身就是一套 极度优化过的轻量化的结构 人的骨头啊 是软的和硬的混在一起的 还能够自我修复 用的多的地方会自动变强 但是机器人呢 没有生命系统 它不会修复 也不会进化 所以工程师只能用铝合金 钛合金 碳纤维这些死材料 在重量强度和成本之间不断的妥协 却尽量的逼近一个目标 就是既要让它轻又要结实 还得能够批量制造 咱们来看这两张对比图 左边是人 右边是机器人 人的骨头的材料本质呢 是胶原蛋白加钙磷矿物 以及天然的复合材料 机器人目前的材料本质啊 大多数是铝合金 钛合金 碳纤维复合材料 人的骨骼结构内部是蜂窝状的 多孔 那儿瘦力大 那儿就更加密实 而且是不均匀的 是聪明的分布的 机器人的骨骼结构特征呢 强度要靠这个材料本身了 结构规则对称 但是必须是可以计算 可以复制的 人的骨头的关键能力啊 是他们会自我修复 会随着使用改变结构 用的越多的地方呢 反而越结实 而机器人的骨骼不能自我修复 一旦疲劳就报废 轻了就不够强 强了又太重 最关键的 人的骨头呢 是为了让人适应环境和长期生存 精度不是第一位的 每个人的骨头都不一样 它让人们啊 不断的活下去 这才是骨头存在的意义 但是机器人的骨骼设计的目的呢 是让他们的精度可控 行为稳定 每一批机器人的骨骼 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才能够被算清楚 能量产 出问题也能够快速的被定位 人的骨头看起来不硬 但是靠结构和修复能力 反而又轻又耐用 机器人呢 没有这些能力 只能靠材料本身硬扛 所以 每减一克的重量 每多一点的强度 这背后啊 都是钱和工艺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的人型机器人 看起来像AI产品 实际上呢 是在狠狠的 干制造业的活 现在的人型机器人 真正烧钱的不是外形 而是怎么用没有生命的材料 去模拟活的结构的效果 问题是呀 既要轻又要结实 还要能够批量的生产 所以大量的钱呢 都花在结构件怎么减重 强度怎么不塌 成本怎么降下来上面了 而这一块呢 本质就是先进制造加新材料 第二门课是关节 它得动得像人呀 大家想一想啊 机器人最难模仿的是什么 不是脸 而是肩肘腕宽膝怀 现在机器人用的是什么呢 四伏电机 减速器 控制器 但是问题是 人能连续动 但是机器人一动就发热 一热精度就掉 一掉就得摔跟头 所以现在呢 机器人产业的钱也在疯狂的砸 关节系统 因为关节决定了三件事 第一 它能不能站得住 第二 它动起来像不像人 第三 它能不能天天干活还不坏 外壳丑一点啊 现在说也没关系 AI多聪明呢 咱们也先放一边 关节不过关 一切都只是掩饰 关节一拉垮 整个机器人就废了 所以你看特斯拉 波士顿动力 现在都在反复强调一件事 我们不是在拼凑一个机器人 出来给你看 而是在死磕关节 那么他们说的这个磨关节 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谓的这个磨关节啊 不是打磨金属那么简单 而是在同时解决 四个互相打架的问题 第一要有力 但是不能笨重 力小了拿不起东西 力大了呢 电机就重 耗电就快 人呢 是靠肌肉加肌腱协同 但是机器人呢 全得靠电机硬扛 第二点要精准 但是还不能发热 人走路是不会过热的 但是机器人一连动 关节就开始发烫 一热呢 这个精度就掉了 精度一掉就会摔跟头 所以很多机器人 他不是不会走 而是走不了多远 第三呢 就是要灵活 但是不能抖 太软了吧 他站不住 太硬呢 动作僵 像木偶 人类的关节啊 是天然软硬切换的 机器人呢 只要靠算法和机械硬凑 第四点呢 就是要耐用 还得便宜 这一步呢 99%的原型机 现在都卡在这 所以整个产业呢 真正烧钱烧时间的地方啊 还真就是这个关节 做到像人一样可靠 不那么容易 第三门课就是大脑了 他得知道自己在哪 如果你闭上眼睛 你能知道自己的手在哪吗 你肯定知道 但是机器人不知道 因为他必须要靠啊 摄像头 激光雷达 力绝 触觉 传感器才行 而且不是看见就够了 就这么件小事啊 都需要机器人 能够进行实时判断 加实时决策 这就是为什么 AI模型 算力 实时控制系统 全部被拉进来了 人形机器人 它不是一个行业 而是 AI 制造 传感器 芯片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的行业 第四门课呢 就是能量 它得别一小时就没电了 现在我们看很多人形机器人的演示视频啊 你要注意一件事 画面剪辑的都很密 但是呢 咱们看不到它连续干活8小时了没有 因为现实就是 电池重吧 它动不了 电池小呢 没多久 它就歇菜了 所以现在呀 大量的钱呢 是烧在电池的能量密度 散热和功耗管理上 这也是为什么能源储能功率半导体会被重新重视起来了 第五门课呢 是制造 它得能够造一万台 而不是只有一台 现在很多人形机器人啊 可以给我们拍摄演示视频 可以走两步 跑几下 甚至可以上台表演 但是如果我们问一句 哎 我们现在要造一万台 谁来造 怎么造 能不能造出来 答案通常都是 现在大多数还造不了 所以呢 真正花钱的地方啊 还在于工艺标准化供应链 因为人形机器人最终要解决的是成为一个产业 而不是展品 总结一下啊 现在的人形机器人产业 正在我们身边切实的发声 他们已经不是在造梦的阶段了 而是在补工业基础的阶段 钱主要烧在哪些方向呢 第一结构材料 第二关节系统 第三感知与控制 第四能源管理 第五制造工艺 这个产业的发展啊 更像是一次制造业加材料加能源加AI的总动员 这些呢 就是我之前反复提示大家的 要思考哪些东西是未来十年一定会被反复砸钱 反复迭代的 我是苏涵 我们下期见